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阿曼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大話新聞 馬總統執政我覺得非常有趣 到底有多少是謊言 馬總統今天講說 費白河跟新市收費戰 那不是我的政見 那是李全交弄的 今天我們再給大家看 那是馬英九還是李全交的 如果是李全交的 那莫非要騙四年嗎 他說他執政 對台南的這個幫助 比陳水扁的時候還多 總是這個給大家做判斷 除此之外 袁林鎮 鎮長要補選 因為國民黨的鎮長亂來 所以要重來 要補選 會丟不丟 誰會丟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今天要給大家看 危機解密 國民黨的主委 怎麼跟美國人說 他們怎麼買票 今天我們要原文給大家看 馬總統你當主席的時候 你乾淨嗎 口口聲聲 說你要乾淨 你要改革 不買票 那麼 馬總統說 九二共識就是一中各表 中國說沒有 九二共識就是一中 馬總統今天怎麼不出來講講啊 現在反而希望你出來講了 不只是這樣 今天也要給大家看中國的媒體有多可怕 真是一場欺瞞 在台灣的執政者欺瞞 在中國的媒體欺瞞中國 那麼今天我們要來討論給大家看真相 趕快來介紹來賓 第二是《前時報》週刊的總編輯吳國動 國王兄你好 我們好 台灣 好 另外邀請的是律師徐國勇 徐律師 徐律師你好 主持人家觀眾大家好 另外是民進黨的發言人林俊憲 俊憲兄你好 主持人 主持人大家好大家好 好 以及俊憲兄就是來自台南 另外是東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徐永民 徐老師 徐老師你好 主持人大家好 好 以及政治記者中聯化聯合你好 同意國表情大家好 好 另外是台北大學工行系的副教授 何漢君 何老師 何老師 您好 鳳一好 大家好 好 以及新台灣國策智庫的助理研究員何博文 博文 您好 大家午安 您好 首先今天我們來看馬總統 他接受南部電台的訪問 他撇清 他撇清 這個是他的證件 請大家看一次 總統是有簽名的 廢除新式白河社會戰 就是說民進黨實在在搶南部人的血汗前 搶了多少 搶了350億 所以這兩個社會戰要把它廢掉 而且破例說到做到 還有一個是他們兩個人的合照 給他以這個撇得一乾二淨 說這是理權叫弄的 來 我們來看VCR 我非常麻煩有一個機會來說明清楚 對… 我看競爭的時候沒有提出這種的證件 但是那時候台南 台南館東部的主任委員就是 李全教先生 他們提出這個建議 並且放在他們的文宣上面 所以… 但是我看到以後 我就說 無論這是不是我的證件 但是台南館的鄉親有這種的需要 我一定來研究 我們研究了兩年多 如果要廢的話呢 大家都來要求 我們整個收廢制度 都不可以 所以後來想到一個辦法 索性全部廢掉 就是你走多遠 收多少 加多少 收多少 就… 從明年開始 就可以辦e-tech 免費的 那大家裝了以後 將來就依據這一個機器來測 測量你走了多少 好 來 我們先看這個當時的宣傳 說廢除新市白河收費站 搶南部人的血汗錢 南部收費站用路人多繳了350億 這裡是簽名馬英九 各縣市在高速公路路段 設置收費站最多只有兩處 南部各收費站的間距 比北部少了十幾公里 距離比較近還是收40塊 所以質疑根本是在搶南部人的血汗錢 現境內高速公路收費站有四個地方 中山高速公路的要廢除新市收費站 南二高要廢除白河收費站 破例就是說到做到 那麼二號 馬英九 蕭萬常 我先請教一下徐律師 這不是他的政見 當然他的政見有簽名 所以我要說一句話 馬英九現在說那不是他的政見 這個文宣上還有他的簽名 黃世明 我再次點名你 這就有人偽造文書啦 要去偵辦了 不要還在 我們的檢察官不要在那裡睡覺 總統講話啦 總統說有人偽造我的簽名 在文宣上簽名 所以如果地檢署獲得特徵組還不辦的話 那司法是幹什麼的 不管你屬發的信任都會這麼差 在第一點要給大家報告 第二點 意思又講 剛才馬英九說很出名 他說乾脆 全國的收費站全部都廢 我聽到這裡很高興的 說這樣都不用收費 他說不是 改為繼承收費 你說什麼 那這樣子等於沒有費嘛 這樣在這裡收得更多錢嘛 說得不好聽 全費的意思是說 我都不需要收費 不只叫全費對不對 現在三個都說 我改為繼承收費 那個叫做 古卡古來吧 朝三暮四跟朝四暮三 他現在是把撒給李全教嘛 當然嘛 所以啦 本來李全教的名字很誇張 你專教 我們在這裡放錢 你專教 你專教說要你放錢 李全教情何以堪 我推李全教 覺得很不得了 所以我要說這句話 今天這個事情 這個總統 這個國民黨 如果沒有讓我們台灣人民 這個交代 台灣人民人民幫忙 因為這是研究法律的問題 而且研究到底的問題 研究在政治誠信的問題 你注意看 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引述AIT說 AIT的電文拍到 這個華府的電文是這樣 引述批評者的說法是 指媒體製造出來的馬的形象 多於實質 其實它是一個優柔寡斷 迴避困難問題 面對維基時 驚慌失措的弱勢領袖 老師把下屬推上第一線 去面對爭議性的問題 我再想是不是李全校被犧牲了 我覺得美國人 對馬英九的了解 比三年前到馬英九 那765萬人更清楚 我們看這一段 對馬英九的形容是不是事實 顯然是嘛 過去三年我們的觀察 尤其這次李全校 他是不是把事情推給下屬去處理 馬英九是不是推給下屬去處理 今天這個事情很簡單的道理 你會選舉政見 你做不到 不會煩惱 我如果沒辦法幫你罷了 你就是出來跟大家說 抱歉我就做不到 道個歉 真正你不道歉也沒人能拿 你怎麼樣 因為633你也沒道歉過嘛 對不對 但是你要承認說 那是我的證件 我沒做到 這樣我沒話講 你今天竟然是連證 是你的 你都不敢說 不敢忍 我也記得國中大哥說過 你全校囤女嗎 我也記得國中大哥 過去再說過 他說哪一天 我們把馬英九 叫支援說 你這個什麼條用 怎麼這樣簽 有什麼台灣主權 沒有他不是我簽的 馬英九簽名是不是 你不是別人簽 那可能是蘇起 或是別人簽的 那跟我沒關係 他搞不好到時候推給蕭萬長 那是副總統簽的 關我什麼事 好… 一個總統做到這樣 連一個收費站 他選舉時候的證件 他就不敢信任 今天我覺得我最佩服他的是 他今天還有臉 去台南接受地方